记者王新女台北报道,印尼观光圣地龙木岛昨日晚间发生瑞士规模7.0地震,加上镇央仅有10公里,当地政府随后也发布海啸警报。 而男星林志颖全家刚好在当地游玩,晚间在脸书表示全家当时被吓到夺门而出,幸好目前一切平安。 林志颖一日贴出一家在海边的照片,透露在儿子Kimmy开学前来个家族旅游。 隔天更带住小朋友在海边捡垃圾,良好的身教引来网友一片赞声。 昨晚他突然写道,刚经历一个超大地震,震到全家跑到户外,泳池的水都溅了出来。 我还跑去海边看看海水有没有往后退的迹象,看有没海啸,愿大家一切安好。 透露正好在印尼当地。 文章贴出后,粉丝纷纷留言,经历一场浩劫的大地震, 小致一家人一切平安无事,尽早离开此地,以确保安全, 愿一切平安林志颖分享遇到地震的惊险过程。 翻射自脸书,林志颖带助儿子净摊。 翻射自脸书,林志颖分享遇到地震的惊险过程。 翻射自脸书。